中世纪的欧洲 古希腊与古罗马典籍 激进绝迹 但历史总会给文明一机会 正是在思想被禁锢的中世纪 阿拉伯民族一场历史二百多年的文化翻译运动 将希腊 罗马 波斯 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 译为阿拉伯语 出于对亚洲 欧洲各地先进文明的渴望 阿拉伯民族将大量资金投入翻译运动中 公元八百三十年 巴克达建立了一座智慧馆 招揽学者教师和翻译家 翻译各国文化典籍 托勒密的天文大吉 柏拉图的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等一大批人类文明经典 都在这一时期被翻译成阿拉伯语 也正是在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期间 数量庞大的经典文献被挖掘翻译和整理出来 免遭被毁灭的命运 因为文本的失传 欧洲人不得不把一些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典文本 重新逆成拉丁文 阿拉伯文化在吸收借鉴东西方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创造了繁荣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也间接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哲学家罗素曾感叹 不同文明的接触 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